张柏芝三胎小王子的生父这几年来一直备受正义 更多的矛头指向谢霆锋 据说谢霆锋带张柏芝三胎小王子前往医院做鉴定 张柏芝气哭大喊 不是你的还会是谁的 当年张柏芝凭借自己的颜值美貌红遍大江南北 在香港娱乐圈曾经被誉为玉女掌门人 谢霆锋和张柏芝在合作拍摄《老夫子》 时相识相恋 当时的谢霆锋也是被张柏芝的天真活泼 颜值美貌所打动 两人结婚后不久 张柏芝相继为谢霆锋生下两个可爱的儿子 非常幸福的一家四口 但后来艳赵门事件的爆发 直接将一家子的小幸福给毁了 随着艳赵门舆论压力越来越大 谢霆锋和张柏芝终究还是离婚了 离婚后张柏芝独自一人抚养两个可爱的儿子 后来在2018年 张柏芝官宣三胎小王子满月的消息 但是没有公布三胎小王子生父的身份 所以三胎小王子的生父一直以来都是网友们 津津乐道的话题 都纷纷猜测孩子的生父是谁 有的说是国外富商 但是从张柏芝晒出的照片来看 照片中孩子的头发是黑色的 所以孩子的生父应该不是国外富商 而是中国人 不少人说小王子的亲生父亲是谢霆锋 大家都知道那时谢霆锋和王妃在一起 而且感情也稳定 因此谢霆锋出来澄清了 说到自己只是前两个儿子谢震轩和谢震南的父亲 和张柏芝三胎儿子没有关系 谢霆锋和张柏芝离婚已有九年时间了 当时离婚的导火索就是张柏芝宴赵门事件加上 飞机上与陈冠希合影 而离婚后张柏芝独自一个人照顾着两个儿子 而最近网上有这么一个传言 传言说张柏芝的大儿子长得一点也不像谢霆锋 而是像陈冠希 对于这样的传闻已经见怪不怪 谢霆锋也没有理会 不想澄清 但是谢震却非常着急 谢震催促自己的儿子谢霆锋和张柏芝的 大儿子做亲子鉴定 于是谢霆锋就听了父亲谢贤的话 带儿子去做亲子鉴定 张柏芝无奈崩溃气哭了 不是你的还会是谁的 后来个人鉴定结果显示 DNA相似性 谢霆锋和大儿子相似值只有0.03 对于这样的结果谢家人都快疯了 不过这个消息尚未得到证实 他的真实度让人怀疑 很有可能是假的 整个传闻漏洞百出 传谣之人竟连张柏芝大儿子的名字都不知道 谣言止于智者 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评论探讨 别忘了长按点赞支持一下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